牛逼 太牛逼了 连续三次神仙愉悦就球 但都被林阳东方哭杀 霸气展示自己必胜之心 因为过去三次交手 台湾金牌男双竟未赢一次 这绝对是他们内心最深的痛 所以这次面对 星科 世锦赛冠军 韩国组合 江敏赫 徐承载 台湾金牌男双 李扬 王麒麟终于出了这一口气 超级750系列 中国大师赛 熬战三局 比赛一开始 双方就将分数饶得紧 没有一方曾将领先优势超过二分 两人发现一人一刻失误 江敏赫发球其实稳定性不太好 对 我觉得这个江敏和徐承载 金领式锦赛 是的 拿到两个金牌 尖象 其实在他们俩拿完这个男双的冠军之后 我们也说这个 高昂的持续的状态 能不能给他吃 再上次 漂亮 现在打断了 这一排直接杀了 这一排进攻就能打死 要不就是自己的主动失误 好球 变化 一个倦怠气 对 十一比十 也由韩国组合暂时领先 进入第一局的就是暂停 这一排沙底仰美挡过去 下半年的一只新牌子 南韦坑之前打了极光1000Z 王歧玲使用我们这只 是 哎呦 拍线断了 又断了 再考一下 在地用下 这还是其实王歧玲自己的一个老的习惯问题吧 像这样的球又很小点一旦拿不到高点就摆脱不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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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众咋的体能咋练啊 真的也说就一战 一直在这 而且成绩都还很好 对 这场地 即使没有看到画面也知道谁在打 对 没有必要的 嗯 不能跟个闷虎似的 一身不服 啊 好 好 哎呦这球挡得太差了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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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还没有 看 Flu 没 对 基本上前三拍 看谁能拿下 好球 给这箭其实就送手上了 这一拍 嗯 李扬 王继凌 在对手江明鹤 哎呀哦哦 展现出强大阵性 江明鹤 很好的一个进攻连贯啊 对 大丢了 结果这一份给把对手 这一整局送给了对手 踩金鞋收下第一局 进入第二局 一局胜利在手的李洋 其实打的更加紧动 但我觉得徐生达 心理权和力也挺强 双方四度分数平手后 李洋特别是在9比9之后 连得4分 机会球其实往前的逼向 已经拿到了高点 男生铺的长了一点 前球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 要回优势 虽然韩国对手仍顽强抵抗 甚至在比赛中后段 再次追平比输 双方又进入耐力比拼 拉去了一段时间 好球 特别是在十几比十六时失守 让比赛出现了准车 而冲刺时刻 林洋又连续失误 韩国组合 趁机打出5比2的攻势 并把握住机会 以21比19翻平战局 让比赛进入决胜第三局 所以刚才 这个场上 难怪 我没过去 第三局 双方除了拼体力 也拼意志力 李洋王继琳 愿性保持助力间 这跟职业决中打 肯定打了 比如说过时了 过三都够抢我 7-8 好球 漂亮 好球 落宝 10比8 定义11比9 两分领先 进入技术暂停 好球 而且终于控制住老花往前的这样球 11比9 换边再战 这些变化是他的一个优势 今天完全没有 都是失误 所以就是说本来还是跟自己叫上那个劲 敌仰几波策略之行不错 连得4分 往前里反 在敏赫一个回放当中的球猫头 拉得高了一点 接下来努力维持领先 扑这一排 16比12分差拉开了 前排里往前的大梅 其中一分 是仁阳马翻的一分 看单目有说 后续里养20比15 握有五个赛末点 虽被对手连续划进 但最后时刻 他们还是保持住耐心 连续进攻 漂亮 还是把节奏做一个调整 效果就出来了 林阳 霸气以23比21 19比21 21比17 收下生涯对战雄胜 强硬拿下这场超过一小时的对抗 霸气挺进中国大师赛16强